公斤 真诚公斤 都要从小培养起 越小越好教 为什么 他人物的少 人物的轻 年岁越大越难教 三岁 三岁已经太迟了 现在三岁小孩不好教了 为什么 现在小孩天天看电视 上小学就用电脑了 电视叫他什么 电脑叫他什么 他全学会了 根深的谷 你要不然转过来 可难了 他生根了 那么中国古人的教学 我们现在回想 那是真实智慧 从什么时候开教 从怀孕 母亲怀孕 太爱教 第一次归 感应平 十三岁岛 不是叫小孩念的 不是叫小孩 不是叫小孩背的 那怎么叫小孩 是父母 把他做出来 让他看到 让他听到 让他接触到 从怀孕 就要认真去做 他还没出事 但是他有感觉 到他生出来的时候 他睁开眼睛 他看到了 竖起耳朵 他听到了 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他接触到了 所以 父母 心心动念 隐形举止 都是他 在学习的功夫 那你心心不正 他就学外了 你心心 正大光明 他那个圣贤的梗 就从这儿咋下去 现代的人 年轻人 你接触他 你就感到 心浮气躁 心浮气躁 学生一切东西 学不到 顶多背重而已 为什么学不到 他没有攻击心 从小 没有人叫他 叫他攻击 他不知道 什么叫攻击 不知道 什么叫阵望 阳神习惯 这麻烦 这麻烦 正大 我们要恢复 社会秩序 安定和习 要化解灾难 我们过去 真正错了 200年 把它恢复起来 大概还是要200年 可是一定要恢复 不恢复 世界会走向灭亡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遇到这一段事情 这也是 稀有的缘分 被我们遇到了 我们遇到了 我们有使命感 这一生 做一桩好事情 这个好事情 如何帮助大家 对传统文化 对老祖宗 祖宗的东西 神奇信心 神奇贡献心 人越多 影响力越大